我沒有離開了 我總是先離開了 我還有什麼問題 金志緣平靜地講述自己過去的戀愛關係 以旁的酸喜酒 只是靜靜聆聽 如果要走得好 我會很幸運地送給我 如果要走得好 我會不會不斷 韓劇《我的出走日記》 描述三姐弟追逐不同事情的解放過程 大結局也創下亮眼成績 收視率來到6.7% 刷新這齣戲的最高紀錄 韓梅認為是因為劇情 反而更關注平凡日常生活 細膩堆疊人物情感 以及讓人有共鳴的台詞 都是亮點 除了連家三人 主角還有在戲裡 飾演俊先生的孫喜酒 全粉不少人 連韓國男神孔劉 都是這齣戲的粉絲 甚至在看完完結篇後說 是他認為台詞最少 但印象最持久的劇 人生必看 同樣迎來大結局的 還有李準姬主演的 Again My Life 劇情裡舞打戲精彩 劇情外則兌現承諾 大跳江南大叔賽的新歌 李準姬秀舞技 完結篇收視 全韓國百分之十點五 還一度飆到百分之十三點七 李準姬也說 捨不得跟角色告別 感謝支持他的粉絲 兩部不同類型的韓劇 完美收官 觀眾意猶未盡 八大新聞最後報導